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似乎也暗示美国跟中国在香港引爆的金融战可能会随时出现 那么这个对于在台湾特别是在香港有这个投资的听众朋友可能要特别关注一下 好我们讲说香港的全面的深圳化过去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港版国安法公布了以后 那么已经有非常多的势力 而最近就是在2月28号那一天香港政府以国安罪的罪名 那么对47位参与到民主派的初选所进行的叫228的大起诉 那么这个事情现在是引起的风波是更加的明显 那有上千的香港人在前天他们无谓当局的镇压 穿着黑衣服涌向法院来声援 那么国际上也有非常多的声援的声音 包括美国英国欧盟外交人员都出现在香港的法院 美国国务卿的布林肯跟纽西兰澳洲的外长都对香港的情势 表达关切 好那整个这个所谓的对于这47名参加泛民派的这个初选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起诉的这个所谓的未审先办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是的确让大家看到的香港的法治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里头有非常多让人家质疑的地方 因为比如说国安法本来讲的是说要根据香港普通法的原则使用 结果在这一次的侦办的过程当中 包括黎智英本人都出现了这个所谓用铁链缠身五花大绑这种示威 而且他们还没有起诉结果已经用这种准这个犯罪人的形象来出现在公众当中 那么另外像手铐应该是用来在抓人的时候有反抗 或者可能逃跑的时候才会使用 结果呢到家里头去拘捕也还是用手铐 而且不但是搜捕这些人的家 还要搜他们父母的家 那么这些零零种种的一些 大家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 那么总理来讲的话 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主要的就是要向全香港的宣誓 这个来自于北方 就是来自于这个中国 特别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来自于深圳的 这一些现在香港新的这些干部公安国安 那么他们用的完全是中国那一套内地的一个办理的一个办法 来处理现在香港的这个民主抗争 那所以呢难怪有人会把这个2月28号 对48名这个泛民派参加初选人士的一个逮捕 这个所谓的准起诉的情况 就非常像台湾当年的美丽岛的大审 那这是一个部分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现在更大家要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是中国的全国两会 从4号开始要登场 而香港的选举制度会怎么修改 现在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焦点 那现在消息传出来 这个中国全国两位 全国人大可能会在3月11号 这是闭幕 两位闭幕当天 表决通过来授权 由中国人大常委会 就香港选制了制度方案的决定 那么在以所谓的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那么最快可能会在4月份 由人大常委会召开的会议当中 审议并且通过了这个方案 好中国大陆最近不断强调说 爱国者治港的新的原则 那么因此就牵动到香港的改革选举制度 我们知道香港的立法会本来应该在去年的9月进行改选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港府以疫情的理由把它顺延一年 那背后大家都知道 是因为2019年的这个区议会的选举 那么在反中运动的浪潮之下 泛民派大获全胜 所以让整个建制派港府跟北京都认为说 如果去年9月进行立法会的全面改选 那么势必会让立法会变成被民主党所掌握 民主派所掌握 那么所以就顺势用疫情的理由 把它顺延一年 顺延一年 当然今年的9月 是不是要如常的举行 现在还在未定 但是已经做了很多超前的部署 这里头的重点就是在于说 要把香港的选举制度修改 而这个修改 现在既然是强调是爱国者治港 现在据说会引入一个叫 参选人的爱国者评审机制 那么要来和平 平和参选人是否符合爱国者的要求 而且它涵盖的范围会非常的广 包括负责选出特首的选委会 还有那个立法会跟区议会的选举 都要适用 这当中会去说会有正面跟负面表列 那么正面的话就是说 看它拥护这个中国的宪法 跟香港基本法 拥护中国的主权 统一领土完整国家安全 拥护一国两制等等 这一些它的一个成分有到多少 那么另外呢 这个所谓的负面表列的话呢 就看它是不是有过危害国家安全 拒绝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 宣扬港独 寻求外国干预香港事务 或者是侮辱 贬损国歌等等这些的情况 当然这里头的认定 完全是由官方来主导的 所以呢 评论认为说 基本上这个机制一旦实施 泛民派的当中 能够还有参选资格的 就已经一定是少之又少 好所以呢 也就是说 在中央已经直接接管之下 今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 就算它还是如期在9月5号举行 但是因为要适用新的爱国者 这个治港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制度 所以你可以想见最后的选举结果 肯定是由这个 这个所谓的清港府的这个会拿去 所以香港现在等于在法治跟民主上 已经完全都已经没有希望了 好那这背后当然有中美的一个角力 但是美国现在跟中国之间的角力 新的一个发展 可能会往金融战的方向来这个进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在港版国安法颁布了之后 美国政府已经向这个中港官员跟企业 实施过一波的这个制裁 那么现在呢昨天啊 昨天中国的银保监主席郭树青 在一个场合上就特别强调说 银保监还有中国整个金融业 都不会执行美国的法律跟法规 在香港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外资 也要遵守香港本地的法律 不去执行美国的制裁 而且他形容说美国的制裁毫无约束力 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当时港版国安法出现之前 美国对中国的警告是说 如果香港不再是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环境的话呢 那么美国将会取消给予香港的一个关税优惠 以及美国要进行一种金融的制裁 那么我们看到像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他被列为制裁的一个对象 他后来曾经出来抱怨说 他原来在一些银行上的户头 现在都不能够存款 所以家里堆满了现金 这表明说一些国际的银行 甚至包括在香港的中国的银行 中资银行 那么因为迫于美国的一个金融的一个影响 所以事实上是遵照美国的制裁的要求 但是现在中国的银保监主席郭树青 出来讲话了 说是不可以去执行美国的法律跟法规 好 那其实中国的商务部 也已经在1月9号颁布了一个叫做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预外适用办法 这讲的就是所谓的美国的长臂管辖权的问题 那么这个所谓的阻断 意思就是说要让对于美国 针对中国的官方商界或者法人 还有个人的制裁 那么中国是下令各个部会 不得承认 不得执行 不得遵守任何美国的制裁 与此同时 在2月22号 中国外长王毅 那么也在一个外交部的一个论坛上 发表了一篇讲话 那么他隔空向美国政府提出 要促行美国停止干预台港将事务及撤销加征关税 气打压的一个希望清单 所谓的三个停止 三个放弃 跟两个解除 那么可惜 中国所表达的这些 这个意愿 希望能够恢复 跟美中之间的一个交往 美国并不领情 那么因为美国最后对于包括关税不会解除 包括所谓对美国对中国科技业的一个制裁 也不会停止 现在就轮到了下一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金融 这样的一个战争会不会爆发 当然从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的制裁跟中国的反制裁 这是两个大国的政治博弈 但是香港毫无疑问是一个焦点 而且现在看这个情况 不管是怎么样从中去斡旋 香港都很难独善其身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郭树青所表达出来的 所谓的中国的银行业跟保险业的系统 都不可以执行美国的法律跟法规 一切要按照中国的法律跟法规来办事 那么现在这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那么现在在香港的外资 跟香港的中资银行 那么面对美国的制裁 那是不是真的是就不要理他的 那当然有可能不理他 但是不理他就要面对美国的一个制裁的可能性 所以变成说 这个郭树青这一番话讲完之后 大家会看到香港的金融业 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个风雨欲来 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可能性 举个例子来说 之前那些受到美国制裁的一个香港官员 那么因为制裁的关系造成他们银行户口 被冻结信用卡被注销 那么银行也都表明了说 他们暂停跟这些被制裁对象 或者机构的一个往来 好 那现在如果说照郭树青主席所宣布的 中国的一个政策立场的话 那么这一些银行要不要照办 那么如果照办的话 那么美国会做事不管吗 那美国如果说因为你不服从我的制裁 所谓的制裁无效 那美国会不会跟进 进一步的有更强烈的一个执行的制裁的一个措施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说的说 现在的这个香港的问题 在一步一步的内地化 在法治的内地化 在民主的无望之后 接下来很可能就是要面临到美中之间 很可能会针对香港的 这个所谓的在金融领域的部分 会针锋相对 那么这个就要考验到 这个包括两个大国之间 因为有一种可能是拜登会不会也借这个议题 来跟中国来做一个所谓两边 所谓的恢复谈判的一个筹码 相互之间 现在这一些情况都非常的混沌 但是我想有这个警觉的这个投资者 要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当中我想最有指标性的可能就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是成立在1856年到1860年之间 可以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成立的 一百多年来 他经历了中国好多次的政治变革跟内战 而且一直都能够屹立不倒 而且大展宏图 那么汇丰曾经为了九七的问题 把总部迁回香港 但是迁回伦敦 但是现在他又回到香港来 而这一波中美之间的金融制裁的一个对抗 汇丰变成的是一个目标 那么已经有人在预测说 汇丰有没有可能分拆为两家公司 一家留守在亚洲 一家面向西方 那这当中坦白说 留守在亚洲的业务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香港在香港市场的获利对汇丰来讲 非常的重要 以2019年为例 他的税前的盈以九成是来自香港 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汇丰来讲也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分拆的话 那么汇丰银行就不可能像过去一样 还能够成为东西方业务 这个综合下的一个国际性的银行 会变成是两个区域性的银行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变化 好无论如何从郭素卿 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宣布的一个中方的一个立场 也就是说美国的制裁完全不适用 完全不比理会 完全没有约束力 这样的角度来看 可能显示中方北京当局还是相信 香港二次回归之后 新香港将会可以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而且继续成为中国跟世界经济对接的一个平台 他们显然还是有信心 但是这个关键是 美国没有进一步的一个制裁措施出来 但是现在随着如果在香港的银行 包括中资银行 包括外资银行 如果真的是这个就遵照中国的要求 不去理会美国的制裁 那么就看美国有什么反应 那么如果美国跟进去按照他当初的这个制裁的规定 而对于这些不接受不受理制裁的金融机构 来进一步的做出的一个措施的话 那么中美的这个金融战就会在香港出现 而这样的情况呢 是随时可能引爆的 好 这是今天的这个播客的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回见